那一年 因为一场错误的婚 不被打扰的简单 你这 到底要干什么 初遥凡 龙上让我问候你 我的孩子呢 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那个孽种人 龙上已经让我扔了 我的孩子是无辜的 你这家里 很难不能后遇男人 放开我 放开我 那年老爸 用见不得人的手段 让我嫁入龙家 新婚之夜 新郎却去找别人 真是个孝狐 就是 如真 你怎么了 如真 你准备取出我门 所以莫小姐她自杀了 因为这样 容少的爱人莫如真 自杀了 如少把所有的错都归到了我的头上 那一刻 我以为自己陷入的 只是错误的婚姻 但我没料到 自己踏入的 是个谋划多年的巨大阴谋 给你看个网络火爆视频 这不是储罗帆吗 这里害你跟真爱分手 那边还给你戴绿帽子 这个储若凡 还真有意思 储若凡 莫小姐 你这一招假自杀真厉害 当然 别爱坏脸的不雅视频 绝对是火上交易 龙太公定下的两人婚约 必须超过两年是真的吗 没错 可是储若凡在龙家 根本待不过三个月 我得派人 再就给他们添一把火 你好啊 储若凡 从今天开始 我是这里的女主人 不是的 龙少只是因为你父亲失踪 暂时收留你而已 我是龙少的正牌女 你胡说 是你先背叛了龙少 不要不承认了 视频已经说明了一切 什么视频 记住 你就是这里的一条狗 好自为之吧 龙少 这视频不是真的 我不想听这些 那我们离婚吧 我不是要诚心嫁给你的 我可以马上离婚 想结就解 想敌就离 你把我龙少说当什么人 可是你并不爱我 储若凡 装什么损 你不就是为了钱 才进我们龙家的吗 既然你开始了这场游戏 那我就陪你玩整 我 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对不起 你爸的病很严重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救救你救救他 你先去交一下手术费用吧 我救救你救救他 医生 手术费我一定会马上还的 我求你救救他 对不起 这个忙实在帮不了 爸 你利用龙太公的医院 把我嫁入龙家 一定是能靠我自己 储若凡 一个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在酒吧唱歌太缺彩了吧 我要为父亲收集医药费 上用我们家的钱 小妞唱得不错呀 你放开我 给哥笑一个 都是出来玩的 有什么放不开的 啊 是不是 我不是 谁呀 这是龙少 不要放肆 哦 龙少 龙少对不起 对不起 各位打扰 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工作 臭婊子 龙家的人还敢在酒吧卖艺 你还要不要脸 他打我 他竟敢打我 没错 我就是打你 我储若凡不偷不抢 凭自己身意赚钱 我有什么错 储若凡你够了 因为是他闲踪手打人 凭什么要责怪我 因为贱女 做什么都是下贱的 龙少叔 你就这么是非不分吗 以后不许在外面抛头露面 我不是你的奴隶 放开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我不许在外面抛头露面 不是你的奴隶 你放开我 我只说一遍 我只说一遍 龙少叔 你放我走吧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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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会碰你这脏东西 龙少叔 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 为什么 少爷 夫人是因为他父亲生病了 才去酒吧打工 他去钱吗 他说他不想用龙家一分钱 小丽 你有什么事 你不会是来找我借钱的吧 我没钱 上回你问我借了十万 能不能先还给我 你不要乱说 我什么时候向你借钱 你忘了 上次你说你投股票 楚诺凡 你是什么居心 我好不容易跟唐上约一次会 你就这么拆我的台 我们虽然是同学 但你也不能这么信口开河 滚开 楚若凡 想要不劳而获 总要付出点代价 谢谢你一切 我楚若凡 虽然是穷人 但是不会像某些人 连做人的底线也不要了 等一下 我送你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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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上 你在说什么 他怎么能跟我们一起回去 谁说我们一起回去的 你自己回去 哎 唐上 你把我留在这 我怎么回去啊 我怎么回去啊 唐上 唐上 别把我留在这 我怎么回去啊 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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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上你不要走 唐上 唐上 谢谢唐上能送我回家 豪门的生活 还满足不了你了 对钱的欲望这么强烈 那我走了 我父亲快死了 我分文 走投无路 没有人愿意帮我 这下你们开心了吧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心疼 少爷 你是怎么看这个女人 龙少帮我拉一下拉链 很有伤情的小孩 男人 磨的世界 听不到你的 workflow 你等着风海 你非 我非 初二繁 下周安排你父亲动手术 什么 可是我没有交医药费 已经有人替你交了 是谁 是谁 对方呢也没留下姓名 爸你有救了 但你是个苍蝇馆子 他怎么又在这大宫 别扫兴 今天好好陪我喝一杯 他都这样了 还不问我要钱 你什么时候把他当家人了 老板 给我点米饭 我们这里不但卖米饭 我有钱 去去去去 到别的地方去 我再钱 王伯 您来了 您快坐下吧 老板 这是我老家的亲戚王伯 今天刚做伙事来看我 请他吃饭 钱从我公子里扣 我不是 王伯 您就别客气了 你这什么穷亲戚 他这也太脏了吧 老板 再脏他也是我亲戚啊 那吃完快点走人 姑娘 谢谢你 我不认识你 你还 别这么说 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 来 给你加菜 谢谢 老公 这人脏死了 我都吃不下饭了 老公 这人脏死了 我都吃不下饭了 老板 你这店里怎么什么脏东西都能进来 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这位先生 请你说话客气点 怎么着 不想做生意了是吗 你 老公啊 你看他这寒天的样子 跟着要饭呢 是一家子吧 你说谁是要饭呢 我裙子 是他 是他弄坏了我裙子 你 马上向客人道歉 老板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这可是大财 至少赔我一千元 强道理 强道理 老公 你看他这么穷 你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只能下跪道歉 竹如梵 快点向客人道歉 姑娘 是我 我给你跪下 你不用道歉 把我多工资给他 老婆 你走 哎 光给钱有什么 平常老牛心情 必须给我下跪道歉 你不要歉 他是 罪还铁医 再问你面 会不会 啊 早死了 老板 你们这一个月 营业额多少 呃 这个吧 差不多十万 这是二十万 买你们一个月的包厂 要不要 有有有有 我有个要求 啊 你说你说 让这两个人滚 什么 凭什么要我们走 这里苍蝇太多了 脏死 你说谁是错 啊 先生先生先生 别气 老这 今天这五次都赶我起 你要问你 我也 老子凭什么要走 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 我 老公 你们都给我等着 啊 大哥 大哥您来了 就是他们 他们 他们年轻伙来欺负我们 大男 感动老子的弟弟 我向他道个歉 他可招着不起啊 什么房子 他可是天马集团的副主 这条街都是他的 他一声令驾 我这个小店就全破产了 在这儿谁见了我大哥不得弟弟 对对对 你看他们呀 都不敢说话了 哈哈 哼 哼 很简单 给老子弟弟道歉 否则今天他妈腿圈大蛇 你敢跟我大哥拼起平坐 王管家 刨售天马集团所有的补负 顺便买下青云街 这里疯狗太多 需要整顿一下 真是疯了啊 现在开始说梦话了 现在要买下整条街 我看啊 他们吓坏了吧 小刀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现在马上给我弟弟道歉 再奉上一百万 然后给我滚 听见了吗 我大哥跟你说话呢 我从来不敢奉婆说 你 敬酒不吃吃罚酒 打死他 你们不要乱来 别女的一块儿打 住手 谁他妈 哎 马总 天马集团的董事长怎么来了 马总 你也不打个电话 你这么蠢货 你知道他是谁吗 那小 他是龙少 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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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龙少 大哥 什么龙少 咱们有什么好怕的 咱们天马集团厉害得很 哎 蠢货 天马集团跟龙氏集团比 屁都不是 大人有大量 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股票抛售了 一抛售我们就崩盘了 下面的人不懂事 谁得对你了狠狠地收拾他 我夫人被狗咬了 你说怎么的 你是龙夫人 没错 他就是我女人 敢欺负他 就是跟我作对 龙长 龙夫人 I'm sorry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都是他 都是他忍得慌 这 混蛋 你是不是男人 是你 我 混蛋 我为你生二日月 你再让给我 请个打我 臭娘们 我在外面乱吓人 你还给我打我 我错了 我错了 你给我打死我自己 不许 你再一下 给我眼看人低 你在我去哪 你带我去哪 你带我去哪 我说过 不许在外面抛头露面 我也说过 我不是你的奴隶 我是自由的 又是卖创 又是当服务员 你缺钱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会为我花钱吗 我为你买了整整一条 就你忘了吗 那是你自己要吗 一定是你吃饭 让他老胃病 我要去吃饭 你去不去 这东西能吃吗 吃蒜 此刻的容身 才是个新人重点 你 看我干嘛 你脸上有东西 我帮你擦擦 不行 不能这样 他爱的不是我 储儒帆清醒一点 不能沦陷 我还要去医院 我先走了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 楼上有个男人替储儒帆的父亲付的医药费 啊 不是说是个穿着贵气的男人 大伯 怎么是你 姑娘 我还没好好地谢谢你呢 你不用谢我 那是应该的 你是豪门夫人 怎么会在饭店打工呢 虽身在豪门 但却如地狱中的 但是我觉得你丈夫还是很爱你的 爱 不可能 那是他的战友欲在做款 这个给你 全是 如果有一天 你走投无路了 就打这个电话 老伯 这是什么 人呢 大伯 大伯 原来都是传统好男 除若犯你这个混蛋 你出去 从外面那么放暴 在家里装什么书 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这种套路我见得多了 龙少叔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叔 你在外面还有几个男人 你自己把女人带回家 却反过来管我 好 既然你这么几个 我今天就满足你 arte s s ới s s s 你的身体已经出卖了你 什么 你说昨晚龙少在楚容凡房间里 没错 我还听到他们折腾了一晚上的 还是我小瞧你 这么多点声音 都听我几个人 这种女人不能对她欺负 陈姐 给我放洗澡水 昨晚碰脏东西 真恶心 除若凡 客人就要有客人的样子 你 除若凡 不要以为跟龙少睡了就可以上位 好日子在后面等着你呢 放手 水妹怎么 龙少 是她 她打我 树若凡 提什么打人 是她跑到我的房间里来挑衅我 你到她房间干什么 龙少 是下人说 她要在房间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我想来调查一下 你胡说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她在那 那 那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是我们乡下用的咒术 专门对仇人下咒用的 什么 难怪我最近总是磕磕碰碰 原来是你才陷害我 我没有 还在狡辩 人正物正俱在 除若凡 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呆着 龙少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龙少 我 跪下来向她道歉 什么都没有做 跪下来向陈小姐道歉 龙少 他不愿意认错 让她在房间里好好反省 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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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难道扎小人的事成选位 难道扎小人的事成选位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他 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少爷 你确定是他救了你 我一直听过龙少说的 你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那他为什么不解释呢 少爷 他解释你能听吗 我真觉得呀 有人在背后对付陈小姐 最近的AI换脸技术这么火 会不会这个视频也是 去调查一下那个视频 好 好 啊 经理 傅若凡 快追求他 少爷 你先回去休息 这里交给我 没有 我在这儿等他 少爷 别怪老夫多嘴 既然你这么在乎夫人 你何必把他绽磨成这样呢 怎么样 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胃病 想要完全治愈 我们院里的条件恐怕很难 给他找美国最好的医生 一定要把他治好 好 你醒了 喝点水吧 你 你不要喝什么水 我只要跟你认识 不行 为什么 龙上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跟我离婚吧 去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太空当年立下婚约 你和我的婚期 必须超过两年 那是我父亲 一手策划的 你们终于是 龙上 算我求求你 我父亲做了错事 请你原谅他 但是我们两个没有必要再继续这个错误 苏苏粉 你再把我搞地团乱 现在想全身而退 说过 这场游戏什么时候结束 由我说了算 苏苏粉 不要以为我对你好一点 你就可以向我提要求 爸 不是这样的 龙家夫人回国了 欢迎宴上 你要好好表现 可不能再丢脸了 咱们家没什么钱 这是你妈留下的宝贝 你呀穿上它 一定很漂亮 老夫人 最近气色越来越好了 像十八岁的大姑娘 我们小学妹 嘴巴真甜 您在我心里 就是像妈妈一样亲的人 妈 这是我亲手做的绿豆糕 您尝一尝 我刚刚看到取若凡 在屋里试她的衣服了 去给每个服务生 做一条工作服 款式你懂吗 这不是龙家的少夫人吗 这怎么穿得 跟个服务员一样 这种女人怎么上得了台面 我看哪 你还是早点和她断了关系 不好意思 我去趟洗手间 您看看这都是 我看 太公已经走了 你父亲也不在了 你龙氏集团 你是一家之主 你的另一半 是我们龙家的脸面 这是你妈留下的宝贝 你呀穿上它 一定会很漂亮 我劝你还是尽早 去坐底层的蝼蚁 别妄想成为龙少的女 是你倒的鬼是吗 瞧瞧 这都是什么老掉牙的款式 还敢穿到这种场合 也不嫌丢人 放开你的脏手 什么货色 扔到垃圾堆里去 你不许泡我的衣服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我夫人 他敢挑衅我 他还敢打我 楚若凡 你疯了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你先动手吗 没错 就是我先动的手 他侮辱我 就是不能侮辱我的母亲 我又不认识他吗 我怎么会侮辱他 他在狡辩 再怎么说 你也不能动手打人 你真是无法无天了 夫人 这都是他们的一面之词 先别这么快开关地论 夫人 夫人 夫人您怎么了 是 是刚才夫人吃了一块绿豆糕 是不是 妈 绿豆糕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有问题 快送医院 妈 大夫 夫人怎么样了 幸好送医院 高点里面有霉菌 夫人的 他竟敢给夫人吃有毒的食物 龙少 你不能轻易放了他 事情还没查清楚 不要把话说的东西 龙少 你为什么总是维护这个女人 难道你想干预龙家的家事不成 老夫人怎么样了 你竟敢给老夫人吃有毒的食物 不是 是你干的 还是狗急乱咬人了 大家都知道是你亲口说 这绿豆糕是你做的 是你怕过不去这一关 所以狗急跳墙 无限到我头上了 龙少 请你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龙少 我们赶紧报警 把他抓起来 我什么都没有做 跪下道歉 跪下 龙少 真狡辩 听到没有 还不赶紧跪下道歉 龙少 原来我在你眼里 根本一文不止 没错 在他眼里 你就是一条狗 跪下 跪不跪 在心碎中人情遗憾 身影漫长夜短暂 说对不起 跳动心脏长出疼难 对不起 龙少 你看他 果然是做贼心虚 滚 你太天真 你真以为他心里 会为你留下一点位置吗 不过 你在他眼里 连一只蚂蚁都不辱 有一天 也许会走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再人情再甜 让我再感情你的脸 龙少 像这种女人 绝对不能轻易饶了她 有眼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 只要你的平凡 我再感情 我再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是你?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救了你的命,还不谢谢我? 喂! 谢谢 你有严重的未出席,我已经私人医生上门看过了,你会好的 一个豪门太太却被折磨成未出席 真不知道你这个豪门太太怎么当的 豪门太太,我在那儿,连一条狗都不如 喝口粥吧 像我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帮我? 很简单,我不喜欢程雪妹那个人,所以我选择相信你 连你都愿意相信我,她却不愿意 她母亲遇到危险,一时之间,着急很正常 她从来都不会像你一样为别人考虑 谢谢你救龙 但是你是龙山的好朋友,我在这里不合适 我先走了 你不能走 为什么? 你还欠我钱呢 没错 我暂时没钱 我以后有钱了会还给你的 没关系 你在这儿陪我几天,就当还人情了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误会了 我知道你是音乐学院的 过几天,李副市长要来我家赴宴 你就帮我个忙,做个表演 就当还我人情了 好,那我就当打工还钱给你 就这么说定了 嗯 少爷,今天家里的帮主找到我 说他亲眼看到那豆粉 是大厨罗师傅换上的 跟楚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吗?罗师傅在哪儿? 他失踪了 马上找到他 查出幕后真凶 好,还有 他有什么说? 我找人鉴定不雅视频 竟然是有人用AI换的脸 看来是有人有计划的陷害楚小姐啊 现在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少爷,是您让他滚的 我们也拦不住啊,少爷 少爷 龙上,你怎么在这里啊? 不,楚小饭在你这儿吗? 他好几天没来了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龙上 你可千万不要怪他 都是我逼他的 当初他是不愿意嫁给你的 因为他知道你爱的是其他人 是我为了楚家的利益才逼他的 龙上 是我对不起你啊 你一定要好好善待他 龙上 我对不起你啊 Q.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着我做什么 没什么 这衣服挺适合你的 这一定很贵吧 我以后会把钱还给你 我最不缺的就是钱 那你要什么 我还没想好 下次告诉我 龙老夫人 你的身体痊愈了吧 谢李师长关心 我已经完全好了 对了 你们两个青年才俊 好好合作才是 师长放心 少叔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没事 下面有请楚若凡小姐 登台演唱 下面有请楚若凡小姐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心 好美 真好听 你在找看什么 赚钱 穿成这样是出来招风凝蝶的吗 我连打扮自己的自由都没有吗 你是不是为了那个给你付医药费的男人看的 原来你在调查我 你是我老婆 就必须跟我坦诚相待 坦诚相待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 你信我吗 我身无分文 被人陷害流落街头 这时候 你在哪儿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你带别的女人回家 任凭别人羞辱 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 小姐 我能和你跳舞吗 请和我跳支舞吧 没时间 你是他谁啊 要你管 对 你凭什么替他做主 我是他老公 你我身无分文 我是他老公 原来是龙夫人 少叔啊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李市长 我虽然是龙少的妻子 但他却羞誉把我介绍给别人 这么漂亮的妻子 要谁都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啊 李市长 这位是我朋友 朱若凡 他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他什么时候成你朋友了 少叔 这也怪不得唐少 毕竟楚若凡 习惯了沾花园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大家有目共睹 你公开招惹老公的好兄弟 还要大家尊重你 程学妹 我邀请楚小姐在宴会上表演 有什么问题吗 唐少 你别装算 这几天楚若凡 不都住在你家里吗 他在你家里 跟他无关 你 唐少爷是好人 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救了我的命 一定是楚若凡主动勾引唐少爷的 他现在在你这里捞不到好处 却反而投向你好兄弟的怀抱 太过分了 少叔 你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女人 如果还拿我当兄弟 就把事情解释清楚 没错 是我收留了楚若凡 她的医药费 也是我替她付的 她的医药费 也是我付的 大家看啊 这楚若凡在背后里偷偷摸摸做什么勾当 真不要人 这一切和你没有关系 你还是快走吧 这件事 从头到尾 都是我主动参与的 跟楚小姐无关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不下去 唐少 你在说什么 我真不知道她到底做了什么 你们要这样不断的伤害她 竟然连我的女人都敢 我只是凭正义敢做事 老夫人 您看这个女人真可怕 竟然让他们兄弟相争 快 快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 不用了 这场游戏结束了 容少叔 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离婚 可是我何得何能 让你为我做这么多 因为你善良 美丽 而且还勇敢 你当然值得 谢谢你 欠你的 我会还的 唐少 你别这样 不用你还我什么 只要你在我身边 就够了 你别这样 我现在还不是自由身 那就离开她 离开龙家 我幸福的 我离开她 并不代表会跟你在一起 你还爱着她 你还爱着她是吗 我 我 楚如凡 我喜欢你 别这样 我们只是朋友 我只想你 我只想你 求我 我 唯一 我 我只想你 求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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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女人带回家 任凭别人羞辱我 那个时候你又在哪 不行 我要找他 这是什么 这是你这个傻子 你这个混蛋 你不能进去 这是藤家 等一下你干什么 林少叔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没什么可聊的 初二范 请跟我回去 跟你回去做什么 继续被人折磨 被人欺误吗 少叔 请你尊重褚小姐的决定 你给我住口 你这么做算什么兄弟 正因为是你兄弟 才不愿意看到你一错再错 你明明不爱他 却一直霸占着他 算什么东西 你是男人吗 如果你是真的为他好 就应该放手让他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龙少叔 请你走吧 我心意已决 如果你还是不同意 我们法庭上见 还想干什么 我会帮你走的 你放开我 你讲不讲道理啊 你放开我 龙少叔 龙少叔 你为什么不帮他走 我 我 我不会帮他走的 因为我已经爱上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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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爱上了 你 我 我 我 计划 进行的还顺利吗 楚若凡已经许出离婚了 那太好了 按照要求 两人必须完成两年一生的婚礼 这在三个月就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 什么 如果两个人坚持两年以上 那瑞士银行八百亿的基金 就会打到龙少的账上 龙少要是有了这笔钱 唐氏想打败他可就永无实乐 没错 当年龙太公和全太公联手创办公司 后来全太公退出江湖 并将名下八百亿美金 全部锁入基金 两人立好协议 只要龙太公后人和楚家联姻 至少两年以上 就把钱全部给入施 我也只以为这个婚约是 楚家老爷子造假 不 这是真的 因为操办遗嘱的 是我的好朋友 若凡 一定要坚持啊 龙下 不知道八百亿的事 全太公下令死守这个命 他怕的就是 龙少会因为利益 跟楚若凡在一起 但 我可能低估了他们的感情 怎么可能 当初 约我接近龙少叔 他还因为失去我而痛恨楚若凡 现在在法国 等我消息 好 这盘棋我策划了六年 一切才刚刚开始 你放我出去 我说话你没听到吗 你胡言乱语的话 我为什么要当真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吗 楚若凡 我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我天天想你 每天做梦都能忘记 一开始我以为我疯了 后来我发现 我是真的爱上你了 龙少叔 龙少叔 你想折磨我就给我一个痛快 我不想再被你折磨了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耗尽了我对你所有的爱 我可以为你做一切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可以为你做所有的一切 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你醒了 来来来快坐下 这都是我给你做的早餐 这些都是你做的 第一次做 脉象不太好 我喂你 好好 你自己吃吧 是不是太烫了 我给你追追 你在看什么 龙少竟然在和主肉帆吃早餐 什么 你 你 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女人 还敢在这里吃早餐 龙少 应该是我来陪你吃早餐 这里没你的位置 滚出去 龙少 我是雪妹呀 你在说什么 黄叔 把他心里打包一下 让他滚 龙少 龙少 你怎么了 无限除若凡 来拿家里的情陷害老夫人 不是我 是他 都是他 要不要我让警察查一查 黄叔 我不想看见这个女人 开车送她回家 不要 龙少 我错了 我都会改的 我都会改的 我求求你原谅我吧 龙少 我错了 龙少 我错了 你放我进去 我都会改的 龙少 程小姐 你请吧 楚若凡 你给我等着 你怎么来了 孩子 快过来 少叔到这里待了好久 我给爸请了国外最好的医生 相信他很快就能康复 谁让你这么叫他呢 傻孩子 他是我的好女婿 他还帮我还了所有的外债了 我没有让你做这些 你的钱 我以后会还 喂 我龙少叔从来没对一个人这么好过 心就这么硬 这种好太廉价 我不需要 你到底还想怎样 很简单 跟你离婚 我就原谅你 你 我已经跟法院提出申请了 等于是喊了 喊了 你 少叔 龙少只是受了她的皮外人 身体没什么答案 你醒了 太好了 我没事 凶手是陈雪妹派来的杀手 我已经报警了 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怎么这么不要命 对方手里有刀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再说了 你不是在病房外守了我一夜吗 还跟我说了些对吗 老婆 你正好 谁是你老婆 你就是我老婆 我们可是有法律认可过的 你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哪怕是赔偿性命 可是我爱了你 你却一直在折磨我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别人的圈头我没有察觉到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朱若凡 从今天起 我只对你一个人好 我会让你成为 田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好吗 龙少 好久不见 你不是去法国了吗 少叔 我想你了 你想我了吗 我们已经结束了 这才分开三个月 你就把我忘了 我没有忘记你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了 我跟你在一起两年 你跟他才在一起 短短三个月 就因为他放弃我 这跟时间没关系 黄少叔 你忘了你对我的承诺了吗 对不起 但现在我心中 只有若凡一个人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我不要和你的朋友 我不要 你是我的 是我的 请你不要这样 我再说一遍 我只爱若凡一个人 我怀孕了 什么时候的事 已经四个月 是我们分手前面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想过要告诉你的 可是我也想那孩子 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 我 您好 您拨向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拨向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拨向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拨向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为什么感觉你管得没那么主动 什么意思 你不会真爱上那个除罗凡了吧 怎么可能 你才是我心间上人 你可别忘了 我肚子里的可是你唐家的主 我当然记得 等我们打败了龙家 我就把你娶进门 让你做豪门太太 不过 现在 我千万不能让龙少知道 这孩子的身份 放心吧 这可是 我属于你 是你 这就是你费尽心机嫁进来的豪门啊 孟如真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以后我会是这儿的女主人 提前来试一下 你什么意思 龙少没有告诉你们 我和他一直在一起 不可能 龙少爱的一直是你 娶你 不过是因为龙太公的遗愿吧 没错 但他现在已经是真心爱上我 所以请你走开 你确定吗 你也太紧张了 忘了告诉你 我怀了他的孩子 你在这儿不过是他一时的玩物 看完腻冷 自然就会把你扔你 我很期待看到这一天 我怀疑 医生 我夫人怎么样了 龙夫人已经怀孕四十多天了 真的吗 太好了 龙上 真的吗 若凡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必须要对他负责 我的母亲也知道 他同意我们在一起 还有你的孩子 我也有了你的孩子 为什么要他不要我呢 我做什么东西 以我的关系存在于婚姻之前 如果你想把他生下来 我龙家的孩子 会给他最好的保险 你还伤害我的是不是 你不会抛弃我的 不要抛弃我 我确实爱你 但现在我更加确定 我爱点是若凡 竹肉梵 我的孩子 我竹肉梵 你到底怎么了 都是他 是他害死我们的孩子 都是因为他 楚若凡 我要你下地狱 让我听听我们的孩子 在说些什么 傻瓜 这么小的孩子 哪会说话呀 你想好叫他什么了吗 我想叫他小海 我最喜欢海了 我想叫他小美 因为我们的女儿 最美了 就叫海美吧 小海美 这名字不错 以后就叫你小海美了 少叔 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当然 我会陪你一辈子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会信任我 保护我吗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信任你 保护我 你来干什么 我来拆穿这女人的真命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请你放过我们吧 放过我 放过谁都不可能放过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请你说清楚 皇上 你被他耍了 是真的吗 赵医生 这是 这是真的吗 嗯 今天我是来要回自己的孩子 你说什么 什么你的孩子 承认吧 初若凡 这孩子明明是唐少的 是 你们在胡说些什么 是伪造的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亲子鉴定 初小姐 这可是你自己签名同意的 什么 唐静元 你应该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签的 听听 她还在狡辩 若凡 这都是我们商量好的 你忘了吗 你在说什么 我们从来都没有过任何关系 若凡 你忘了吗 那些日子你住在我家 是你主宫对我同意的 你胡说 我是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若凡 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 你说过 我们要彼此相爱的 混蛋 少叔 少叔 你不要相信他们的 这些都是他们伪造的 少叔 你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傻瓜 少叔 少叔 是你跟唐静元联合起来的阴谋吗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当然又让你生不如死 莫如真 别再给自己找理由了 你们早就策划好了这一名 一开始 唐静元就是故意接近我的 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不让龙少和我在一起 是因为你爱他 爱他 那个太天真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金钱才是最后的目的 什么意思 你以为龙少真的是因为爱你才跟你在一起吗 因为龙太光当年立下遗嘱 你和他婚约如果超过两年 八百亿基金就能到他笼上说一下 他说过两年他就会迎娶我过门 除了凡 你的爸爸病危了 爸 孩子 你可不能跟他分开呀 一定要坚持两年以上啊 原来八百亿的遗嘱是真的 家属在外面等一会儿 原来他跟我在一起真的是为了钱 医生我爸他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爸 爸 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 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 有没有看到我的女儿 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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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 初恶凡 龙少让我问过你 不可能 不可能是他 他说 你让他和龙江谋休 我的孩子呢 你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那个孽种啊 龙少已经让人扔了 孩子是无辜的 你们还是不是人啊 初恶凡 谁让你闯进我的世界 想夺走我的东西 这就是下场 我要让你死之前 尝尽痛苦的思路 尝尽我 哈哈父啊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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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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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行 我要找他问清楚 虚 DONKRO 温疤凡 已经走了 她去哪儿了 她坐贼心虛 逃到国外去了 疽 好 我 他凡 好好 你 我 我 海 我 我 glory 我 楚小姐是您千亿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却被他们害成这样 宣赏全球最好的整容医生 只要给他一张脸 我给他十个亿 是 若凡我一定会让你重生的 这是全球最好的整容医生做的 和你原来的脸还原度很高 孩子 你受苦了 大伯 您究竟是什么人 这是妈妈 你是 你妈妈 姓全 她是我的女儿 当年 你妈妈执意和你父亲私奔 我把她赶出了全家 还一怒之下把自己的姓氏改了出 孩子 宝贝 你是天球集团唯一的专人 但我不能把一碗财产交给你的赌徒父亲 所以 我与龙太公立下协议 只要他的孙子真心的爱你 我就会把钱交给龙家 可是我没想到这一切 害了你 孩子 孩子 是我 把你退入 是我没保护 我会帮你 我会一切的 楚小姐 你的女儿 今年已经五岁了 慕如真把你的女儿关在这里 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管 小朋友 阿姨 为什么哭啊 阿姨 没有哭 只是眼睛离尽了层灰 那我帮你擦擦 阿姨 不哭 我给你吃面包 这面包发霉了 不能吃 我有奶油蛋糕 我带你去吃 好不好 叔叔 不让 他会打我的 你谁呀 不要碰孩子 不让你和陌生人说话 你到这儿旁疯了吗 信不信老子 揍死 谁呀 敢碰老子 连墨小姐的人 你都敢打 这儿旁疯的就是你 你打了 你打了 查清楚是哪个手打的 剁了他 好的 宝贝 对不起 妈妈来晚了 你不是我妈妈 我妈妈已经死了 快快快快 龙少 唐少 对于几个招标 你们二位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们可以代表腾讯法言 据说您当年是龙少的女朋友 现在就成为唐少的左右手 就会影响你和龙少的关系吗 说什么呢 我和龙少一直是好朋友啊 对吧 少叔 别走啊 龙少 龙少别走 看看 我为了你 都把龙少得罪了 却连个名分都不给你 莫如真 你的野心 可不止一个豪门太太吧 放心 只要打败龙氏 我许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一分都不少 五年了 这个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一定不会想到 我以这样的方式回来 龙少说 你还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少爷 这是厨师今天做的肉夹馍 这东西能吃吗 吃蒜了 为什么我们再也尝不到那种滋味 味道不对 继续做 好 是不是若凡有消息了 五年了 你一直在找他 既然这样 当初你为什么要赶走他 他这么对我 我连生气的群力都没有 少爷 事情真的像莫如真说的那样 全是楚小姐的错 我找到了一个人 赵医生还认识我吗 认识 认识 为什么都情 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龙少 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 都是那些磨的女人让我干的 我只是拿钱办事啊 好让你干什么 他让我伪造了亲自监定的证明 你被他耍了 是伪造的 天天啊 他还在狡辩 上车 去找替我烦 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少爷 少爷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少爷 怎么找了他五年 他伤得那么深 他肯定不想见你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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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少爷 彭丽先生 我知道您是国际能源集团的董事长 丑小姐不必客气 您的祖父与我是忘年交 您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 那我就直办主题了 此次国际能源管道的项目 交给我来扶责 什么 你说孩子不见了 难道除热粉回来了 不可能 他已经死了 龙少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想我了 是因为我跟唐少在一起 吃醋了吗 除若凡在哪儿 除若凡在哪儿 干嘛问我呀 像他这么恶毒的女人 早就找地方躲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 你竟敢打我 我不但要打你 还要让你下地狱 你疯了 因为造亲子坚定的事 我已经知道 证人还在我手里 我随时能让你和唐经理 身败名裂 我再给你迎接 告诉我 他说孩子在哪儿 他们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说不说 都是你的做 你少说 说你真的信任他 旁人能左右得了你吗 是你私心和狭隘逼走的楚若凡 今天你有这样的结局 是你活该 你什么在哪儿 我确实知道他们的下午 你真的想知道 他带着孩子 自杀 怎么办 那个姓赵的医生 现在在龙上手里 我得想办法找你 必须赶紧找到他 要是把事情 通给媒体 我们全完了 这阴谋不真是你想出来的吗 怎么 现在是他后悔 我做的一切 不正是为了你吗 但我并没有让你杀他 怎么 你心疼吗 你心疼吗 少爷 这样不出一个小时 就会没命呢 把他送到最好的医院 那莫小姐那边怎么办 假造一张死亡证明的天 楚若凡 我能为你做的 只有这么多了 你杀死了楚若凡 在他死之前 你还一直折磨他 这一切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知道你喜欢他 我才更恨他 他不仅害死了我的孩子 还抢走了我的爱人 我不该恨他吗 莫如真 你太狠了 唐静人 不要记得 小丽牌子 因为我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 你的所作所为 我也都留下了证据 如果你对我不利 我就和你一起 你遇见 龙少 新来的助理金雅丽小姐到了 龙少已经把自己 关在办公室里几天体验了 小心一点 你终于回来了 你是谁 龙少 我是金雅丽 不可能 世界上怎么会有两个 如此像的人 你是若凡的什么人 楚若凡 他是谁 我不认识 龙少 楚小姐已经去世了 不可能 他没死 出去 滚出去 你是什么人 感谢莫总跟我见面 我叫金雅丽 是龙少 是龙少的私人助理 不可能 太金死了 我查过 楚若凡没有任何兄弟姐 不可能是他 你长得很像一个人 是楚若凡吗 我刚从国外回来 许多人都说我像一个什么 楚若凡的女人 也正因为如此 我顺利地成为了龙少的私人助理 是 他心心念念地在找他 可能是因为我像他吧 所以 我很快就成为了龙少的情人 没错 我爱上了他 可是他却把我当成玩物和替代品 这感觉我懂 他既不给我名分 也没给我钱 所以我要抱好 我不想让他们获得招宫 我愿意成为莫小姐的内应 我愿意成为莫小姐的内应 但是莫小姐 要给我相应的报仇 跟我合作 你有什么资格 您是 活计能源中国区的张经理 您能带在光临 我真是没想到 这位是我的干妹妹 金雅丽 有什么事情请多多报导 你 竟然和张经理认识 莫总 现在 我就有资格了吧 当然 有了你 我是在必得 龙少 你没事吧 喝啊 我要再喝一杯 再陪我喝几杯 我饿了 有没有东西吃啊 接近龙少 并置在龙室 汇入伤经里的证据 只要证据成立 唐氏就有机会了 你放心 我会拿到龙氏集团的证据 还有 替我找一个人 他姓赵 是个医生 你找他做什么 其他的你不用管 他对我很重要 你从龙少嘴里 套出他的下来 龙少 你慢点吃 我终于找到这个味道了 我找了好久 看着我做什么 为什么跟你在一起 我就能尝到这个味道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对不起 我只是想到了一些往事 往事都已经过去了 龙少还是放下吧 我怎么能放下呢 我的心都被撕裂了 一想到他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你伤害了他 何止是伤害了他 我亲手把他毁了 既然如此 当初又为什么要这样 当初是有人陷害他 可我说过 我要永远保护他 信任他 但我没有做到 如果他今天站在你面前 你会对他说什么 梵凡 我龙少叔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来保护你 哪怕是付出性命 我也接受这样的惩罚 你哭了 没事 只是被龙少的真情给感动了 亲爱临 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感觉不一样 你能陪我再喝几杯 我家就在附近 龙少想要喝酒 就去我家吧 这是你女儿 嗯 小朋友 小朋友 叔叔 你在看什么呀 没什么 叔叔是想他一个人 小宝贝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陈姨说 我是个没人要的小孩 不需要名字 别胡说 你叫小海 小海 这名字真好听 是妈妈给你娶的吗 我没有妈妈 她不是我妈妈 别胡说 我就是你妈 对不起 对不起 宝贝 妈妈不应该吼的 对不起宝贝 看来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被男人抛弃 也要走在死亡边缘 唯有小海 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勇气 什么样的男人 会抛弃你 你笑什么 她说过 会永远信任我 保护我 却一次又一次 把我推向深远 她让我学会了一个道理 永远不要相信男人说的话 只有自己强大了 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不说这个 喝酒吧 喝酒吧 不要 不要 若凡 王上你喝醉了 我不是她 若凡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是你 好奇 我错了 若凡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你知不知道 我好想你 我错了 每一个晚上 我都心如刀割 我只有把自己灌醉 才能好受一些 你醉了 若凡 若凡 欠我的 今天要你全部偿还 若凡 好想 你不要离开我 你把我打入地狱 却还在心里念着我 你一边想着我 一边毁灭我 红烧水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还在心里念着我 小海这么小年纪 就会洗碗了呀 我不洗 陈姨就会打我 陈姨 听起来很凶的样子 她是我 另一个家里的阿姨 另一个家 那个家是莫阿姨的家 她长什么样子 她个子高高的 头发长长的 小海 你怎么了小海 小海 你怎么 小海 她笑转饭了 小海 失了 为什么小海跟我一样 都有小女孩 小海真的是你的孩子 罗上 罗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 我只是 时间不早了 罗上 请你离开我家 对不起 罗叔 帮我去鉴定一下这几根头发 我需要知道一个真相 好 好 这是龙氏招标组的转账记录 足够构成商业贿赂罪名 太好了 就算法院不起诉 这新闻要龙氏也难逃舆论危机 这样我们唐氏就有机会 莫小姐好像很恨卢少年 没错 眷雾了一个女人抛起来 什么女人 可以打败莫小姐这么优秀的人 下贱的女人 让龙少深深爱上了她 还害死了我的孩子 杀了她 当然 我派人坐了 毁了她那张 魅惑男人的脸 她以为是龙少做的 她到死都在怨恨自己的爱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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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所以我猜那个姓赵的 也一定跟这件事情有关 莫小姐 你怕我 莫小姐 我很佩服 对于那些下姐 就应该赶尽杀局 好好跟着我做吧 我不会亏服 你 少爷 那个姓赵的不见了 什么 还有 还有什么 亲自鉴定出来了 怎么样 少爷 那女孩 那女孩怎么样快说呀 她是女儿 少爷 少爷 开门 开门 进 帮我的孩子还给我 阿姨 快开门 你们这些强盗 开门 小海 跟我回家 你要干什么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钱 权力 都可以给你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我凭什么 要把我的孩子给你 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的女儿 女儿 一个你才见过一面的孩子 就说她是你的女儿 龙少 我看你是疯了吧 没话说了吧 她就是我的女儿 说 是不是木如真让你掳走她的 龙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里是我的家 行你马上离开 你干什么 你和木如真联合杀了楚若凡 现在还想掳走我的女儿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们在伤天害理 胡说 你大清早的跑到我家来说我女儿是你孩子 你才在伤天害理 那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叫过你妈妈 小海 你不是你妈妈的妈 小海 你别胡说 我就是你妈妈 是你从家里把我拖走的 小海 叔叔带你走 我去跑我的孩子 小海 别哭 小海别怕 在家里等你妈妈 小海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把孩子还给我 好不好 还你 口口声声说我女儿是你的孩子 那我想 当初你为什么会把她弄丢了 你以为是你养的认识阿王阿狗吗 弄丢就能随时找回来吗 少爷 少爷 少爷出大事了 是你 是你干的 不如真找个像楚若凡的女人 引起我的好感趁机接近我 然后伪造证据 太厉害了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多行不义 利自利 是你咎由自取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狠 你们还是人吗 小海 开门 跟爸爸回家 小海 跟爸爸回家 小海 开门 跟爸爸回家 少爷 我们先回去吧 少爷 少爷 这么一个 小海 我 也 少爷 我们走吧 少爷 我这最重要的东西 我的公司 我的名誉 我的财产 什么都可以给你们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那我只求你把孩子还给我 孩子是我的 他只有我这一个爸爸 让我带走他 好好让他长大 可以吗 我知道我做错很多事 一切难以挽回 那孩子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他不应该为这一切承担后果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母亲 就请可怜可怜孩子 把他还给我 可以吗 碎掉的镜子 即使拼上也会有裂缝 龙上 请你走吧 你的心就这么狠 你还是人吗 给我马上走 否则我叫警察了 把孩子还给我 上 你们这帮抽上 我错了 我不会把事情说出去的 唐少 你可都答应过我 只要我提供了假的亲子监听 让楚若藩离开龙家 让龙氏集团损失八百亿 我都照做了呀 我没有错呀 把他送去国外吧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之前不就去了国外吗 不还是被人捉回来了 你什么意思 人 不可能有两次机会 请你放过我吧 我发生不会再回来了 真的 金 你怎么看 一切替莫小姐安排 唐少 你看你 还不如一个女 果真是罪毒妇人心啊 我真没想到 你们是一路货色 我和莫小姐一样 早就对男人失望了 唐少 唐少 你别走啊 唐少 你得救我呀 唐少 唐少 莫小姐 你和唐少没事吧 没事 等这次千亿病单落定 唐室的董事长位置 就要改信 真的 记住 永远不要相信女人 女人只有靠自己 才能活下去 你现在是我最忠实的盟友 这家伙就交给你了 莫小姐放心 我会处理干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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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亲子鉴定是非法获取的 在法庭上是成不了证据的 说来说去 我还是没办法想回孩子了是吗 你别着急 孩子呢 我派人监视 法庭的事 急不了 你查那个金亚离身份没 在国内没有他信息 我怀疑啊 他是用的假身份 孩子怎么会叫小孩 这个秘密只有我和若凡两个人知道 少爷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他有枕容痕迹 小海 你好啊 坏叔叔你好 小海 你在干嘛呀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小海 嗯 那个陈叔和莫阿姨是不是经常打你 嗯 他们说 我是没人要的孩子 丑叔叔你别哭 我给你擦眼泪 那金阿姨 他对我很好 他还打了莫阿姨一顿 那他带你走之后 那个莫阿姨是不是再也没有出镜 哦 金阿姨 要我 躲开他们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是来抢孩子 请你马上离开 我只是来确定一些事 我与你没什么关系 请你走吧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你那么了解楚若凡 为什么你带走孩子 莫如真却不知道 为什么你知道我喜欢吃肉夹馍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到底是楚若凡的事 楚若凡在哪 凡先生 请你清醒一点 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立刻去查全球最顶尖的那几家医院 如果换过脸 一定有痕迹的 今晚有一位国际富豪亮相 他将他将加满此次订单的投资额度 你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 我在美国的整容医院找到了你的整容记录 你是楚若凡的什么人 为什么整容 什么楚若凡 根本就不认识 干嘛 放开我 放过我 你干什么 真的是吗 各位 今晚是我们的重磅时刻 我们的签约仪式马上开始了 接下来 我们请亨利董事长上台 宣布此次项目的合作方 此次管道项目经过多轮考察 根据乙方的资质 职力 可持续发展性 进行全面评估 现宣布如下 现在我宣布 我宣布 MPN国际能源集团输有管道 建设项目合作方式 唐氏集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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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 嗯 金雅丽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太好玩了 这是什么场合 你跟小蛛蕾来这里 胡言乱语什么 快滚 我就是觉得 莫总组有头有脸的人物 却在这种场合下出丑 真是太可惜了 出丑 我欠了全球最大的订单 难道你在替龙氏可惜不成 全球最大 你确定 两千亿的合同 难道还不是最大的吗 莫小姐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连最基本的数字都不认识 还签全球最大的合同 什么情况 怎么可能只有一米 亨利先生 才一百美金的订单 没错 此次签约的合同金额 就只有一百美 你玩我了 怎么可能只有一米 输油管道的项目 我们已经转包给另一家公司 留在我们公司的份额 就只有你 是谁拿走订单合同 是谁 各位 今天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嘉宾 他就是 全球金融集团掌门人 全市集团董事长 楚若凡小姐 当我开头说 春风 春风 四 不可能 楚若凡 楚若凡 不可能 不可能 楚若凡不可能是你 不可能 莫小姐 站在你面前的是 全球最大金融集团的掌门人 她的资产 是在场所有人加起来的总和 董事长 怎么可能呢 你怎么可能是董事长 莫小姐 你的死期到了 你到底是谁 一个让你下地狱的人 是无少书派来的 或者这次项目 你们暗度陈葬 借壳上师 叫还往的声音 真是高明 莫若震 我奉劝你 如果你现在跪起来认识 我还能饶你 你少吓唬我 骗子冒充大了 还狡黄这场气 现在还敢公开威胁 信不信我找人把你抓起来 那我们就看看 要被抓的人到底是谁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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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抓起来 你这么多人的机械 不是也难逃一段贵子 是就机会 没错 我还毁了他那种 没过难逆 他却以为是苗 少 他和你一切 不一切 要死 撤下最后 不一样 他还会发生 别再犁 大家不要相信他 他是个骗子 不要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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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警官 警官你快说句话呀 快说句话呀 快帮帮我 那不是真的 大家不要相信他 那是我 那是我爹的 我们的杀死了 那不是真的 你只要用假证据来行 你是个魔鬼 你是个魔鬼啊 在这 那我就让你看 什么叫铁镇如山 就是这个女人 丧尽天凉 他还要杀人灭口 所有的事 都是他指使的 别跟我说 我跟你拼啊 别动我 放开我 放开 知道我是什么 别动我 放开我 放开 意思 Czyli 雷先生 你的主要反应不死 啊 琴花 我們現在是要去哪 你早就準備好了 就你的神聖 我早就料到會是這種下場 我不要走 我不要亂逃犯 我還有那麼多人活富貴沒有享受夠的 我還要跟那個女人 到現在你還不清醒嗎 你已經無路可走了 是誰也開始讓我進了這個活 是誰點贏了我最為的火焰 唐靖遠 是一切的失作猶豫 難道不是你嗎 是 但你做的一切已經超出了底線 欲望 即將狂亂進出變成了一個惡魔 你說 其實是 我是個惡魔 所以我不可能認輸 停車 停車我要停車 莫如生你瘋了 你是個惡魔 我是個惡魔 那個叔叔怎麼一直在那啊 你看 那個叔叔為什麼要跪著 因為他犯了錯 犯了錯 改正不就行了 有些錯 是有用法的 少爺 要下雨了 就別跪了 這也太苦了點 我和若凡的比起來有什麼呢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麼度過的 你也不要太自責 這都是小人在作祟 是罪 如果我能遵守對他的誠 如果我能盡一個丈夫的責任 就不會讓惡人得逞 他也不用收拾些苦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別打了少爺 你就別打了 少爺 哈哈 小海 小海不見了 怎麼回事啊 不知道 他剛剛還在我身邊 居然不見了 先去藏骨穩住他們 你們隨後就到 小海 小海 救命 小海 你在幹什麼 啊 放開我 不要 慕如鎮 你幹嘛 小海 別過來 再跟進一步 我就受死他 不要 不要 小海 慕如鎮 你想要什麼 我們可以談談 很簡單 我要他死 只要你放了小海 沒有什麼我都可以給你 你也不要亂打 你說什麼 他要殺了小海 小海是我的女兒 我為了他 我的心病 放得了什麼 你不要激進他 我不能打我女兒的心病 讓我來笑 莫如真恨的是我 小海無辜 今天只要我死 這一下就都結束了 沒錯 我只要你的命 只要你死了 我的恨你才能消除 我 慕如鎮 害他們還不夠慘嗎 你要做得到什麼時候 那我應該問你們啊 為什麼你都喜歡他 還是孩子 為什麼他可以因為我想要的一切 是我在這個世上最大的敵人 你死了我才能瓶目 夠了 我替他死 我替他死 莎叔 你要幹什麼 若凡 我不敢祈求你的原諒 就讓我真正的保護你和孩子一次 實現我的沉默 如果今天必須有一個人死 那個人 一定是你 我不要 上水 你不能死 武甄 我沒有死 我不是 孤天 你不死 我沒有死 是誰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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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天大的笑话 不可疑似的楼上说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以为这样就能救得上他吗 我告诉你 楚若凡 今天我就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战笛消失 对不起 我如晨必须这么做 你竟然杀我 为什么 我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要为我们做的一切赎罪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我只能救她 你不过来 你不出场 我只能救她 你不出场 你不出场 我可 că 杭生 若凡 我欠你一句对不起 小海 爸爸你醒了 不是去天堂了 天堂是什么 天堂是人去世以后的地方 爸爸可是你没有死啊 什么 妈妈说爸爸已经被医生伯伯救活了 爸爸 若凡 我还活着吗 刚才叫什么 爸爸 你再说一遍 爸爸 爸爸 小海 小海 你是那天的那个乞丹 您今天来是 没错 农上 我们又见面了 您到底是 我们是一家人 准备 我们再笑一遍 我们再看一遍 您是 除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